林沫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厨艺他 你让我讲什么道理 他当着我的面 跟你牵手申请告白 我得站在旁边 给你们鼓掌 为你们高兴是不是 我是不是还要 再适去一点 干脆把这个房子 让给你们 彻底成全你们 让你们过上 真正的夫妻生活 才是你想要的道理 无耻 而在这个时候 门口突然传来 一阵敲门声 不好意思 请问是林沫 林先生的家吗 你怎么来了 我在网上 看到你昨晚 生病住院的消息 本来今天到了医院 结果医院里说 你已经办理了 出院手续回家了 所以我过来看看 有些担心你的情况 你现在需要冷静一下 跟我走 林沫眉眼再次一沉 想要伸手 将许清智拉住 结果却被处义拦截 等你把你的事情 处理干净了 再跟我谈清智的事情 刚刚我说的话 希望你最好印象深刻 想走可以 你自己滚 楚先生 你先把清智带走 我们这里 有些事情要解决 许清智 我有些不舒服 出去吐吐气 清智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自便 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却让林沫的心莫名一沉 刚想要抬脚追上去 林沫 你身体没事吗 没事 你怎么会找到这里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你现在应该很忙 应该照顾不到太多人 楚一走了 没有丝毫停留 莫小姐 真是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本以为 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 我也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遇见你 莫小姐 做人要之廉耻 什么事情该不该做 什么地方该不该来 自己心里 该有个判断才是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我只是听说 林沫昨晚突然进了医院 有些担心他 所以过来看看 莫小姐 这里是我的儿子 跟儿媳的婚房 虽然我不知道 你到底怎么找到 这里来的 但是这个地方 谁都可以来 却唯独你不能 因为你是 林沫以前的女朋友 而林沫现在是有家有事的人 你的出现 随时会让一个 好好的家庭破碎 伤害到其他无辜的人 就算你们现在没有什么 但是你让他现在的妻子 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你 而且莫小姐 你现在没有立场 没有资格担心 林沫 就算是他死了 你也绝对不会被邀请 来参加他的葬礼 难道就因为我们之前交往过 所以要把我们的同学关系 同有关系 也要一并否认吗